迪化商圈进行的特地 一声巨响迪化街商家瓦斯桶管线破裂引发气暴 火势扩大蔓延到永乐市场 民众仓皇逃离 还有民众受困在楼上 场面相当危急 消防单位接获通报立刻前来灭火抢救 为伤患进行CPR救助 并且驾设关东梯爬上二三楼进行抢救 云梯车也出动救下受困的顶楼民众 年关将近台北市消防局 在迪化街游乐市场举办消防演习 强化年货商圈店家的消防观念与应变能力 连货大街虽然取消 但是民众购买这个连货还是不会中断 不会因为连货大街的活动取消 就不会来购买 所以我们办这个活动的目的 就是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参加 要提供安全的消费场所 另外我们利用这个时刻 也提醒我们所有的民众 注意居家的用火用电的安全 包括我们 像最近近十年的我们统计的结果 有两项是主要的一个发生火灾的原因 包括炉火烹调的不剩 还有天气火灾 所以我们也利用这个时刻 也提醒我们所有民众 在居家的一个防火要特别注意 尽管年货大街因疫情取消 但还是会有不少民众前来逛街 大同区公所也提醒民众逛街时 要做好防疫措施 感谢消防局今天办理了这场的防灾的演习 那除了提升来购物的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之外 也增加了店家的应变能力 那也欢迎一些民众 夏日来我们这边购买的时候 也要记得亲洗手 戴口罩 保持安全的距离 让我们大家平平安安 过个健康快乐的年 消防局也提醒民众过年期间 要特别留意居家的用火用电安全 才能安心过好年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